我和这个老陈 可以说有太多的关系了 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老陈边上的 这个图曼河喷米边上 长大的这么一个 喀什的一个小伙伴 我想在这个老陈里面 有那么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 想去打造这么一个咖啡馆 在外人看似格格不入的一种东西 你说它在老陈里面存在的意义 可能就是一种融合吧 这种融合显显在我的设计里面 我的饮品里面 所以说我也打造了一款 我们的一个创意饮品 这种咖啡 西方的咖啡 和我本地的香草料的这种融合 我得到反馈是 哇 好厚重 就跟老陈一样 那我就说那叫喀什咖啡吧 其实我轻松再去想去做它 是因为我完全享受这个过程 我咖啡店的承载 它的属性 我希望它也是这样 能够了解喀什 了解我和这里面 所有生活的地区人 其实我咖啡馆当初的定位 我也想把它定位成一种 现代与古朴相结合的这种定位 能够让抵达到这里 来到古城里面 来到这个咖啡馆里面 让人感觉到 哇 这就是一个浓缩的喀什 我们看似很成就的这个老陈 其实它并不成就 它有一种历史的一种重力 它有很多可以让人去 去畅扬在里面的这种 发自内心这种感受 我17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从最初 从一个毛皮房开始 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开始不断地从我的一些 线上的一些巴扎 以及跳蚤市场捡回来的一些 很古董的一些东西 去装扮的时候 我的周边邻居 左邻右舍 周末不透 哇 这个小孩要干嘛 我是想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 然后回溯到这种历史的一种回响 我把这种记忆留下来了 我让更多想要去 从外面去 到你的这个咖啡店里面去 知道你的 哇 这种文化的随风 这种存在 他们就从刚开始完全陌生 到最后他们愿意坐下来 咖啡在老城里面的这种存在 原来是就像老的一辈 也愿意去尝试 像我们新的青年 也愿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它并不冲突 我能感觉到我的左邻右舍 他们的祖祖辈辈的 这几代传承的这些匠人 他们的观点也转变了 他们甚至就住在二楼 把自己沿街的店铺 都愿意去拿出来去做一些生意 或者是迎接这样子一个古城里面的 这种焕然性的变化 不再是用很成就的这种思想上去说 我们完全不愿意这种发展 或者是接触不到这种时代的变化 在这个土地上 老人有老人 他们自己的一种沉淀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梦想 都生活在自己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真的希望能够改变的是一种 那些道听途说 或者是从来没有就是说是来过新疆 你对于这块地方还是处在一种在听 你没有真正的有一种心去想的是 我到那里去 我真正的去感受它 我希望改变的是他们的这种观念 是他们真正要有勇气要走出来 要到喀什来 要到新疆来 来去感受我们这片热土上 真正的像我这样子爱自己的家乡 爱得很深沉的这帮年轻人 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 这一生当中你真的要来 来一次的一个地方 我希望是能够有 我的这条街上是各种肤色的人 畅扬在老村里面 各种圆的一种融合 对 我是真正的想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